依正經理請坐 參議長秘書長還有我們五州長 還有那個鄭州長還有我們何顧問 各位同心各位學員 大家好 我記得三個月前五月五月桌的時候 我跟秘書長跟這個我們何顧問 到這個台東這個五州長的家 他辦一個演講會 到他家去的時候呢 那個國旗都插在那個樓上了 非常壯觀非常好看 那這些日子來 我們都非常感謝五州長的對民政府的支持 跟他的努力 他剛剛鏗鏘有力的發言 讓我們非常感動 他愛我們所有的原住民 愛我們這一塊美麗的寶島 福爾摩莎 那個心情啊 溢於岩表啊 那最近電視上常常演Pacific 就太平洋戰爭的故事 總共有十集 我大概重複看了兩三次 只要有這個節目 我都是認真的來看這個太平洋戰爭 那個期間 這個美國的軍人 跟日本的軍人 我們在南太平洋的那個 那個慘況的激烈的戰鬥裡面 我們高沙義勇軍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讓美軍啊 文之上膽喔 老實說 但是為什麼我們後來是打敗了呢 我們打了敗仗呢 因為我們的武器 不夠精良啊 我們的這個戰艦不夠多啊 特別是那些陸軍用的武器 他們海軍陸戰隊 非常的英勇無比啊 Pacific裡面講就是說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啊 真的是前仆後繼啊 但是我們知道高沙義勇軍 那種拼勁啊也是世界有名的 這個所以我覺得高沙族 或者高沙義勇軍 這個足以讓全球的人 一震耳目的這個名字啊 也是值得我們去留念的 首先這一期 我們非常高興有這麼這麼多的 這個我們原住民 原住民同胞啊 來參加這一次的研習會 我個人從這個1972年第一次參加這個 農村經濟調查團啊 到宜蘭花蓮跟台東各地去做農村經濟的調查 才首次接觸到原住民 我看到原住民當時的生活非常非常辛苦喔 40年後 我再到台東去的時候 整個面貌有所改變 我記得在那個時候 我當時是256歲的一個年輕小伙子 我念台大研究所的時候 去做農業調查 到處都是這個很矮很低的 木頭的草草房的 還有那個土角處的那個矮房子 破破爛爛 到了原住民村落裡面 都是一片荒涼或者破破爛爛的房子 那我也不客氣 有原住民留我吃飯的時候 我就留下來 吃的東西都是非常簡單 我就感激莫名 因爲什麼 那種誠意讓我非常感動 我一路走下去啊 一路調查這個農村經濟 家家戶戶的農村經濟啊 發現80%以上農村 都是負債累累的 當我人到了這個 鹿野鄉的時候 剛好碰到這個農民節 碰到農民節 同時我一到鹿野鄉 就有一個民眾服務社的這個 呃 職員啊 跟我說 喔你來的太好了 我帶你去看真正的人民公社 就是在我們這個地方 我說這裡也有人民公社啊 他說有啊 我說你形容一下 先形容一下 他說啊 我們原住民同胞窮到連羹牛都賣掉了 要羹田的時候根本沒有牛啦 所以呢 太太在後面抓住這個羹 羹田的梨 先生在前面脫梨啊 這不是人民公社的景象嗎 我們常常在笑 中國那邊的人民公社一窮二百 你看我們這邊也有很多一窮二百的原住民啊 後來 因為農民節 那個秋英海總幹事啊 就要我 難得有一個台大的研究生來這邊 希望我為農民講幾句話 當我站起來面對烏鴉壓了一片 這個非常辛勞的窮苦的原住民同胞 當然也有一些平地的 這個一般的這個所謂的平埔主 或者是講閩南話的本土台灣人啊 但是都是非常辛苦的農夫啊 農民啊 農家啊 我站起來的時候 在他麥克風面前啊 突然 很感受 感受良多啊 很感觸啦 非常的感觸 然後呢就 哽住了 講不出話來啦 眼淚就掉下來了 那秋英海一看 這個 蔡同學怎麼一上台的時候呢 兩三分鐘講不出話 他有發生什麼問題了 趕快要過來關切 他發現說 原來我在哭啊 我掉了眼淚啊 我非常感慨啊 在中華民國的體制底下 我們的農家 我們的農村殘破 我們的農家負債累累 我們的原住民要去脫離啊 耕田啊 然後我終於蹦出第一句話來 我就開始大肆批評 這個農業政策 講了一個多鐘頭 後來那個邱總幹事啊 我下來之後說 哇你這樣一講 我整個背脊都流汗了 衣服都濕透了 為什麼 因為有縣政府派來的這個什麼 高級幹部啊 都是國民黨派來的啊 來這邊這個參加這個 這個農民節慶祝大會 居然找了一個台大的研究生來這邊評級政府的農業政策啊 那可以想見 我那時候啊 真的是非常感慨 作為一個本土台灣人 我們不管是平埔族 或者原住民 或者原住民 或者各族啊 高山族各族啊 都是真真正的 真真正正的 如假包換的 這個本土台灣人啊 所以我們將來啊 一定要吸收 共同努力 這是我第一次的這個 跟原住民 原住民啊 接觸的這個經驗啊 後來 我有機會在桃園縣政府擔任這個 財政局長的工作 按照道理 巡視地方不是我的重要的工作內容 但是 我每個月 平均兩次以上 到復興鄉去 各村落啊 跟我們的 這個 泰雅族的鄉親啊 這個去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 他們有沒有引用 有沒有清潔的水可以引用 他們的學校教育是什麼樣子的 經常進出羅府 羅府有一個林村長啊 老村長 他是流日的原住民的 的這個前輩啊 我經常到他家去 聊聊 有時候到羅府的右邊 有時候到羅府的左邊 出去回來的時候總是經過他那裡 坐一坐聊一聊這樣子 關心他的狀況 我們看復興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比桃園縣的地方都來得漂亮啊 但是啊 為什麼石門水庫淤渣淤積的這麼嚴重 因為很多我們原住民的同胞 經濟非常困難 所以在很多這個退伍退役的這個 流亡政府的軍人他 口袋馬克馬克 就到那個地方到處遍土地啊 雖然不能移轉登記 用他的錢去買下了一片山地 然後呢 就要求送省長 送主席到那邊去開馬路 開得好開闊 像這樣路的山上那麼高 開的路這麼寬闊 以便大卡車可以運送木材去賣啊 因為我們原住民沒有這個能力 要求送省長給他補助開馬路啊 等到他們這個買的上面的山森林的時候呢 他們就要求送省長給他補助開這個馬路 然後就運那個木頭去賣啊 所拿到的錢 比他給原住民的那個地價管 還來的高好幾十倍啊 到這種程度啊 看到這種程度 我們原住民各鄉村各鄉各村落裡面啊 都是一窮二白 一窮二白 然後整個環境就被這個 這個這個流氧難民的這個 退伍軍人破壞掉了 這也是第二個感慨了 那我住家 有一個姓王的這個阿美族的這個同胞 他的太太是悲難族的 我不是我跟他碰在一起或者散步的時候 或者碰面的時候 就跟他說我們要加油啊 我說王先生啊王太太我們要加油啊 我們是台灣的真正的主人啊 然後我就特別加上一句說 你們兩個要比我們更加油 因為你們才是真真正正的原住民 我可能還含有這個中國學童 越南的學童呢 你可能沒有啊 這你真真正正的台灣人啊 所以你要栽憑你的兒子 要訓練他當一個 從事政治的活動 將來有機會來選總統啊 台灣總統啊 他兩個兒子都是非常帥啊 緊張才就對了 而且都在念大學 這是互相的勉勵啊 我們需要為原住民啊 原住民啊 培育訓練更多更多的政治領袖人才啊 真的剛剛那個秘書講的說 我們原住民的領袖在哪裡啊 像這樣好的領袖人物 已經真的是老了 我們需要栽培年輕一代的 我們需要更多更多的年輕的原住民同胞啊 來參加我們的這個原住民的這個建國園席營 真正的了解到台灣的過去 現在跟未來 那另外就是說 要訓練 這個原住民在各方面的人才 建國的人才 這是要長期的工作 一開始 我們在編預算的時候呢 我就主張 一定要成立原住民的這個 這個學院 這個學院做什麼呢 要保留我們各族的語言文化 然後呢 培育我們各族的這個政治領導的人才 甚至於他要非常宏觀的態度 宏觀的這個這個學揚 將來可以領袖整個台灣 真正正正由我們原住民來擔任台灣的領導者 這樣子的話 永遠不會跟中國有瓜葛 所以有很多原住民或者我們這個政治人物啊 常常跑這個什麼北京的 如果我們能夠在這邊訓練出優秀的原住民的政治領袖人才 這些跑北京的這個政治人物大概就會漸漸的減少 漸漸的會受到唾棄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大家站在一起來看待這個問題 另外 我要非常感謝我們這一期有十一個大專的學生 來參加這一次的這個大專的這個 沿襲營 夏令營 那這一次的這個 沿襲營可以說成果相當豐碩 我們在昨天晚上的座談會裡面 大家都踴躍的發言 那也提供很多不同意見或者是一些擔憂的問題 那我相信昨天晚上我都在結語的時候呢 做了相當充實相當多的這個說明跟解釋 那在政策方面我們會著手來援理也希望將來在接軌的時候 跟這個當這個中華民國體制這個從台灣消失 那我們要接掌這個政權的時候希望能夠無縫接軌 非常順利的接棒 問題在我們需要眾多眾多的這個治國的人才 所以我們目前大概八百多位是絕對不夠的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不管是我們大專的參與的同學 或者是原住民同胞 回到部落去回到你住的地方回到你工作崗位上去 盡量的宣揚我們法理建國會的這個主張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這個論述 來引領更多的我們的本土台灣同胞 來參加這樣一個自治建國的大業 那最後我就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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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